政府发表资讯文件计划发放三条新的数码盆带 发展流动电视 即将来市民只用手机就可以收看电视 预计最快2010年初就会推出服务 红衣敏说一下 计数码广播之后 政府再推出新的数码技术 将来只要拿着手机的话 都可以随时随地看到电视 政府计划发放三条新盆带 其中两条是给流动电话用的Benz 3盆带 和一条比数码电视用的特高频频带 新频带功能一半会用来做流动电视内容 另一半可以提供数码电台服务 即是持牌人可以为流动电话 提供电视和电台广播这类增值服务 将来可以向消费者收费 现在在电话用3G来看电视 由于点对点的技术容量很少 很多时候看起上来都不清晰 还滋滋滋滋滋 不过将来用了新频带的Benz 3之后 用了点对多点的新技术容量就大了很多 变成看起上来的画面就好像电视那么清晰 也都不会滋滋滋滋滋滋滋 不过市面的流动电话暂时都用不到Benz 3 要用特制的电话才能接收到 香港还在试试 但美国和南韩已经有人在用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铿 向议员展示外国的流动电视电话 不过有议员就质疑 政府只是偏重发展电视广播 忽略了电台发展 政府为咨询公众到4月 年终会公布推行框架 预计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推出坪带给人镜头 最快在2010年初 流动电视就可以在市面使用 亚洲电视机载红二门不斗